电影《棕破塞》从暑假一路延烧至今 话题持续发烧 上映到现在全台的票房 已经超越了新台币2亿1000万元 蝉联三周的票房冠军 接下来的独家报道 我们要带您前进电影拍摄的场景 台南市的中西区 听听屋主和我们分享当初电影拍摄 以及和剧组配合的过程 通红色林美秀热力跳吉马不王的场景 就是在台南的忠孝街95号 然后再加上创意 所以说这些更展现出台南的味道 然后在《棕破塞》这部电影里面 又把这种味道很道地的表现出来 这个是我感觉到最有兴趣的地方 从电影上映到现在 造访忠孝街的人潮至少有2000人 看到忠孝街的发展潜力 不少人想要到这里来租屋做生意 马祖庙的右边 就是电影中的爱凤小吃店 原屋主是一位高龄81岁的阿嬷 现在热心地当其导览员 就当然来看这一间铁工厂改造而成的爱凤小吃部 我以为那个厨师是原本的 可是刚刚听婆婆说那个是后来才弄上去的 不过电影里的爱凤小吃店 现在已经换回原本的招牌 红制铁工厂 张灵阿嬷回忆当时的租借经过 当初是不愿出借的 但在剧组多次诚心拜访下 感动屋主阿嬷一家人 最后愿意把房子出借拍摄 爱凤小吃店里面 还保留距离的壁纸与竹柜 电影里的王岐淡牛肉汤 在水果滩对面将成为烧烤店 八祖街道两旁都是不同风格半世纪的老房子 随着电影的热卖 也让不少看完电影的民众前来拍照里面 新唐人亚太电视谢淑芬林荆棘 台湾台南采访报导